下面讲解施耐德空腾PLC模拟量IO模块输入输出值的整定 我们以6.0版本的Unity Pro软件作为软件平台 以140ACI03000模拟量输入模块为例来进行具体的操作和说明 首先第一步在新建的程序段里面调出我们需要的功能块 第一个功能块空腾为机架配置功能块 第二个功能块IO配置功能块本例中为ACI030 第三个功能块IO比例调整功能块按下划线Scale 点确定 然后我们把每个功能块的BN端使能引脚 链接至T型图最左边的母线上 第二步确定需要整定的模拟量模块的通道地址 通过本地总线的配置屏幕我们看到140ACI03000模块 它处在本地机架4号槽位 因此在程序里面我们需要以链路的方式 将空腾功能块的Slot4引脚链接至ACI030功能块的Slot引脚上来 同样的方法我们确定通道地址 在本例中我们以通道1为例 因此我们需要将ACI030功能块的Channel1引脚 来链接至iSkill功能块的Channel引脚上来 至此通道地址确定 第三步我们确定1号通道输入值的下限和上限 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通过iSkill功能块 双击iSkill功能块的MN引脚来设定下限 在本例中我们设置为400 同样的方法双击MX引脚设定上限 在本例中我们设置为2000 最后我们双击iSkill功能块的Y引脚 也就是输出引脚 来生命一个输出变量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确认 将此变量作为经过标度变换后的iO模块通道数值的重放地址 编译一下 没有错误 至此1号通道输入值的整定 设置完成 用户在实际使用中 如果用到了其他的模拟量模块 对应的iO配置功能块和iO比例调整功能块 可以通过UnitPro帮助文件的iO管理库文件夹下面去查阅 和使用 谢谢大家